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來更換瞳孔的顏色 你不需要再帶變色片 就可以直接在 Photoshop 當中來做調整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把影片看下去吧 哈囉 歡迎來到修修演協士 我是 Jimmy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來調整瞳孔的顏色 那我們就進入到 Photoshop 當中開始今天的教學吧 首先看到我們今天的這張範例圖片 這張範例圖片的女生是一個亞洲人的瞳孔喔 亞洲人的瞳孔通常會比較深棕色一點 或者是偏向黑色一點點 在調整顏色的時候其實是蠻難做調整的喔 那如果你像是外國人的瞳孔它比較淡 像是一些淡藍色啊 淡黃色這一種 就非常的容易透過色相飽和度調整圖程來做調整 那今天我們一樣要使用色相飽和度的調整圖程來做調整 首先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先把這個人物的瞳孔給選擇出來 也就是我們想要變色的地方 你可以使用快速選取工具 魔術棒工具 筆形工具等等 只要你自己習慣的工具呢 把它選取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大概選取一下 把我們的瞳孔部分呢給選擇出來之後 我們到調整圖程當中 選擇色相飽和度調整圖程 那它在建立這個調整圖程的時候 就會一併建立出我們剛剛選取好的這一個遮色片 那你可以看到選取的地方呢 它就變成了白色的 那沒有選取到的地方呢就是黑色的 在遮色片當中白色是顯示出效果 黑色是隱藏效果 所以待會我要調整色相跟飽和度的時候 只會有白色的地方會有作用出效果出來 好那我們就選擇到這個色相飽和度的調整圖程 那如果一般我們在調整它的顏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調整它的色相嘛 但是因為亞洲人的瞳孔 你可以看到因為比較深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調整這個色相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它的變化呢 其實並沒有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也是外國人比較淡的瞳孔 在這個步驟呢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調整色相啊 還有它下面的飽和度以及明亮 去調整它瞳孔的顏色 好但是我們亞洲人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多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在它的下方這個上色的選項呢 先把它勾選起來 把這個勾選起來之後呢 這些黑色比較偏深色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直接幫它進行上色了 像是現在色相呢 它是選擇在一個比較橘色黃色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整個瞳孔顏色也變成了橘色了 好那我現在希望它變成藍色的話 我們只需要把它的色相 往藍色的這個地方呢調整 你可以看到現在瞳孔顏色就變成藍色了 再來我們可以調整它的飽和度的選項喔 如果你希望它的顏色呢更飽和一點 你就把它的飽和度選項調高 好那如果你不希望這麼飽和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的飽和度選項 降低一點點 最後明亮的選項 你希望它的顏色更深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的明亮選項降低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稍微亮一點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的明亮的選項 調整高一點點 像是這個樣子 好這樣子我們就其實調整完成了喔 那你其實還可以再調整成其他顏色 因為我現在只是用藍色來做示範 你還可以調整成紫色啊 黃色啊綠色 只要是你自己喜歡的顏色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就維持在藍色 好那接下來呢 你可能會覺得它不是非常的自然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色相飽和度 調整圖層的混合模式 圖層混合模式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調整成顏色 你其實就會發現呢 它變得非常非常的自然了 那當然你還可以再針對這些細部的選項呢 再去做細微的調整喔 你可以稍微把它的飽和度再調高一點點 把它的明亮呢也調高一點點等等喔 你可以再去做細部的調整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點就是 瞳孔最中心那個地方 其實是更黑更深的 所以照理說它是不會變色的喔 那我這邊可以把這個不會變色區域給去除掉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色相飽和度的調整圖層的 折色片當中去做處理 那我這邊呢我會給它建立一個群組喔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色相飽和度的調整圖層 丟到這個群組當中 然後我們在這個群組的遮色片上面來進行調整 我們到下方建立遮色片 我們在這個群組上建立一個遮色片 白色是顯示出效果 黑色是隱藏效果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需要使用我們的筆刷工具 前影色選擇黑色因為我們想要隱藏效果 那這張照片可能看不到它的瞳孔 因為有一個人物的反射 所以我們這邊就以這個人物呢 來進行模擬 就假裝它是一個瞳孔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的瞳孔給塗抹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周圍的地方其實呢 也可以把它稍微去除一點點 讓它效果可以更自然一些喔 那現在我流量是選擇50% 大家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去做調整 那這邊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前後的對比 這是我們調整之前 然後這個是我們調整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的遮色片也給它去除掉的話 會像是這個樣子 這是調整之前 這個是調整之後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效果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再使用筆刷工具 前影色選擇白色 然後再把它塗抹回來 那這邊我先把它的流量選擇在10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一些效果呢 再給它塗抹回來 像是這個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調整瞳孔顏色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啦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教學囉 這也是修正的時間 是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